嘿 大家好 歡迎回到Shot Adventure Line 今天要開始跟大家介紹呢 就是電影裡面個人認為是真正的主角的 這個Skid以及Mod Flat 相信大家都知道說在電影裡面的情節呢 他們是在上海的地方呢 是從一個冰淇淋車子的形態呢 之後再去掃描成我們現在眼前見到 這個Chevy的一個概念車子 OK 而因為影片的關係是低 我沒辦法兩不同時介紹 所以今天呢我們只要專注介紹這兩個雙胞胎裡面的Skid OK Skid呢個人認為說它的造型呢 會比這個Mod Flat還要再正點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就是因為門邊呢 它有塗上了一些比較sporty 比較這個跑車形式的一個感覺在這邊 而如果是以雙胞胎的車子來看的話呢 他們的大小長度OK 體型甚至於變身過程呢 幾乎都是一個大同小一個形態 讓我們再次把它這個泡啊 從它屁裡面拉出來 OK 而如果說把車子翻到底部來看的話呢 他們兩個彼此的這個底盤的設計 以及身體歸位在車子底部的時候呢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OK 頂多是左邊到右邊的一個不同 但是呢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 OK 所以呢這邊要稍微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OK 而這個Skid呢 我必須要稱讚它一點就是說 在很多變形金剛的玩具裡面 特別是第二級的玩具呢 他們在變身過程裡面呢 都稍微的有點亂搞 或是在設計上面呢 並沒有非常的用心的去設計 他們的一個變身過程 但是眼前的這個Skid呢 它的一個變身過程 以及它能夠鎖定的部位呢 倒是讓我感到這個Haspo呢 非常的用心的去設計這個玩具 而它也成為了這個 在Revenge of the Fallen玩具系裡面 裡面呢 我喜歡的數一數的一個玩具了 OK 這個 我看看 整體的這個感覺來說 你可以看得出 它是一個非常小的一個 小型的一個跑車 而在後面這個Licent Play這邊呢 有寫著Skid 也就是它的名字 但是呢 如果說看回這部這個MuffLab的話呢 它後面的名字是Tracks OK 它並不是寫著這個MuffLab 而Tracks呢 則是這部概念車的名字 OK 所以呢 它的這個Licent Play 比較符合到 這個電影裡面的樣子 所以呢 整個大型的非常的討喜 也非常的喜歡它的一個型態 OK 那既然這樣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它一個變身的過程吧 首先 第一個要做的事呢 是先把車門以及前面這一片呢 整個的 OK 給搬開來 搬離它的 車身 OK 關下來 稍微這樣子 另外一邊呢 也是一樣的把它給弄鬆之後呢 整個披下來 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的底盤 這個地方呢 整個拉下來 成為它的雙腳了 在它的腳 膝蓋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所謂的Double Hinge 也就是雙層的一個關節在這邊 你把它給拉直 OK 之後呢 把它的腳板呢 給伸展出來 來到前面的位置來 接著呢 則是把它的這個窗戶呢 給收掉 兩邊都給它收起來 接著呢 是把它給往內側折到180度到裡面去 到這邊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個扣子啊 可以彼此把它給扣進去 然後 趁時間 它就成為一個 有腳的一個 玩具了 那暫時把這個Focus呢 稍微調整一下 接下來要做的事呢 則是把 它的車身後半部位呢 也就是它手這個地方呢 把它給 從裡面搬出來 而我們呢 在這 SKID裡面呢 它的這一 大手呢 只是在這一邊 小手就是在這一邊 然後把它給搬出來 搬出來 搬出來的是 就是把後面這邊弄鬆之後呢 把它給往外 拉起來 看到這一片東西呢 整個把它左右給分開之後呢 把手給搬出來 小腳它的變色呢 看似複雜 其實算簡單 但是呢 如果沒有搞清楚的話呢 則是複雜的一種 哈哈 OK 再來是把車頭蓋這部位呢 給分開來 就是黑色這個部位 OK 把它給從前面分開來 看到吧 OK 打開了 接著呢 則是 我認為它設計裡面呢 算是有創意的一個地方 其實呢 在這個部位的時候呢 把它從這個角度這個地方呢 整個轉180度 OK 180度 所以呢 成這個樣子 接著呢 是把它的這個SKID的頭呢 給搬到前面的位置來 而這個下面呢 有個洞 可以把它卡到這裡面去 我們就把它給卡進去吧 OK 所以開始啊 這個機器人的形態已經慢慢開始成形了 接下來呢 則是這個部位 這個部位呢 首先在 呃 SKID來講呢 它的這個 這個地方呢 比 這個Mockline還要緊一點 所以我盡量 以這種 不把玩具破壞掉的方式呢 來變身完成 OK 如果你第一次用這個玩具的話呢 你會覺得說它非常難變 但是經過一兩次練習之後呢 它會鬆掉 而且你也會慢慢的熟而生巧 先把這個 它胸口這個地方呢 給移上去 移上去之前呢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地方呢 有個凸起來的地方 兩邊都是 這個呢 則是要卡在 手臂這邊呢 有個洞的地方呢 把它給卡進去 所以呢 這個能夠完全的去固定到 它上半身的一個 形式在這邊 形態 把它給 不知道你看得到 看不到 把它給卡進去 OK 這樣來講的話呢 它的身體呢 則是跟它的 後面這骨架呢 給完全連接住了 OK 接下來呢 就把它的手的部位呢 給調好它的位置 把它給放下來 手呢 給搬出來 後面這個門的部位呢 這個板子部位呢 是這個樣子 然後把手 彎到前面 另外一邊的做法也是一樣的 把那個大手呢 彎好之後呢 旁邊這個呢 要彎到上面去來 腳呢 這個 那個角度呢 給它調好之後呢 最後一個步驟呢 則是把 車子後面這一片 凸起來的地方呢 給卡到那個 後腦勺這個部位去 讓它固定住 整個後面的這個地方 而這裡呢 我必須講一下吧 這個 凸起來這個部位呢 其實已經被我去 稍微把它削薄了一點 因為如果你沒有削的話呢 你把它卡進去的話呢 你把它卡進去的話 它頭會 往前拖一點點 稍微限制到 待會 所謂的一個 Megalab的一個作用 OK 卡進去之後呢 車頭蓋在黑色的地方呢 把它給往內摺 好了 SKID的一個變身過程呢 就這麼複雜 但是又簡單的完成了 這麼講一下很矛盾 它的這個變身完成之後呢 它的造型呢 雖然沒有跟電影過 那個那麼的接近 廢話 因為它是玩具 OK 但是還是有很多地方呢 讓我們讓它覺得說 它的細節非常的多 OK 而且它的活動關節呢 也一點都不差 整個手臂呢 兩邊都可以轉360度 比如手腕這邊 也可以轉彎 手肘可以轉彎 手腕可以轉360度 但是它的手是 啊啊啊啊 不能動的 腳的這個關節呢 靈活度也完完全全有在 OK 而它的 右手臂這邊呢 如果說你把這個地方 按下去的話呢 它有這個 不對 看一下 OK 按下去之後呢 它的拳頭呢 應該會伸出來才對 OK 而且呢 這上面有個小炮 在這邊 非常的可愛 而它的Megalive的作用在哪裡呢 只要把車頭前面 Franquill這個 Chevy的這個Logo 這個地方 往裡面按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 是不是有點卡住 好 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車子下面呢 要往裡面 折進去 OK 這個才是它變色的形態 可是個人 不是認為那麼好看 OK 所以呢 這一片呢 如果你要往前搬 也可以 往後收都可以 看個人的喜歡 OK 像是一個雞在吃米的一個形態就出現了 OK 所以呢 Mod 不對 Skit 在這裡面呢 電影裡面 除了它的那個 那個戲分非常多之外呢 沒有 去 辜負掉 這個 角色的造型 就是一個 的一個 培養 在玩具裡面呢 絕對也是沒有去 舒服到 所以呢 這個玩具呢 可以說是 變形金剛第二集玩具裡面 少數成功的一個玩具 OK 特別是他們有一組的一個 雙八胎兄弟 所以呢 個人是認為說 它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玩具 呃 它的缺點在於說 很難把它 給 站立住 OK 大概是這樣子吧 OK 所以整體來說呢 它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一個玩具 這個就是 Transformer Revenge of the Fallen Deluxe Class Skit